上次跟大家講了鏡頭的Cutaway 這個鏡頭有Cutaway 當然相機都會有Cutaway 今次講一下相機的Cutaway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一下相機的Cutaway 這一部就是Cutaway 這一部是一部M6 相信M6對大家來說 一定不會陌生 M6其實是由1984年到1999年生產 生產了大約15年 在這15年裏 一共做了大約13萬部相機 當中當然包括普通的黑色 銀色 還有TTL版 當中包括Casic版 是早期的版本 還有後期的TTL版本 分別有銀色 黑色 還有一些小量的特別版本 這部M6其實是很適合新手用的 因為它的外形其實是比較像Lekka的感覺 這部M6就是一貫Lekka的M機造型 細小、輕巧和型格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有內置的七光功能 雖然你看到這裡就是一個電池 沒有電池 其實就是這個電池 就是給一個七光功能所用的 電子部分除了供給七光用途之外 其他部分全部都是機械的 所以這部M6其實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就算可能沒有了七光部分 其實它的機械部分都可以如常操作 太多關於這部M6的資料 我就不在這條片講太多了 因為其實之前都有講過 大家可以看回上面的資訊 可以看回相關的資料 而這部M6其實都是一部正式生產的相機 看到有CO number 其實是1994年生產的 當時是一部全新的機器 是Official Leica自己去切割出來的 雖然是戒至腦骨 可以看到相機內部很多的部分 但是其實操作方面是完全正常的 譬如說你現在上一塊門 B塊門 1秒 1秒 全部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如果下了電池的話 其實速光錶都是正常運作的 還有就是這個Range Fighter 也看到它一樣是會動的 其實就是除了它是戒開之外 其他的功能基本上都是運作的 再仔細一點說 譬如說這個拍了幾張的Counter 也看到是會動的 像現在這樣 它是一張一張這樣動的 一張一張這樣動的 另外它一樣是有個底蓋 它一樣是有個底蓋 底蓋都是穿了孔的 在這個底部可以看到相關它的底部的設計 構造 這樣打開 後蓋 一樣是看到 正常的M6相機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裡是穿了個孔 這樣可以看到內部的結構 很有趣的是 當你上了菲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下 怎樣去拉 怎樣去動 怎樣去上菲林才是正確的 如果不是的話 當時會發生什麼事 這裡其實可以很清楚 看得出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你現在看到它 如果是上了菲林的話 它是在動的 這部份是很有趣的 可以旋轉 平時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看得到這些部分 雖然剛剛我說 整部相機其實是操作正常的 但是呢 有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明白 菲林是見光 就會曝光了 那麼 這個 後面全部是穿洞的話 其實就會曝光了 當你還沒拍攝的時候 或者拍完之後 它都會曝光的 所以正常是拍不到真正的照片 唯獨可能 將來 或者現在也有 不過我不知道 是一些 菲林形狀的 Sensor 放在後面 可以做一個 電子的感光 菲林 我相信 這部相機就可以拍到照片 相信這麼簡單的介紹 就不能滿足到你的要求 如果你想看下這部機的實物 可以到我們的門市去看看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這裏就是大霧山頂 在下面 就看到是元朗 還有一個 這個是軍營 石江機場 下面是石江機場 這裏是一個斜路 很斜 希望沒有機械 不拍了 我真的怕會PK